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布之后 国务院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印发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对接资本市场 那么哪些专精特心小巨人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呢 北交所又会有哪些新的机遇呢 一起来听一听本期节目嘉宾的观点 进入到今天的财经风味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大家好 我是边风伟 欢迎大家每周末与我们共进财富大餐 我们将使您的投资像烹饪一样有趣 让财富充斥您的味蕾 我们的节目在第一财经和我的互动平台上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及时的收看 并与我们多多的互动 本期我们要聊聊最近的政策面消息不断 有人说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的行情活跃度很高 赚钱效应还不错 主要就基于大家对于政策的这种预期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政策来看看 接下来这个政策对整个市场的脉络 有没有一些引导性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好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本期我们的标题叫宽信心 稳增长 今天我想我们就着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政策 我看到的讲话很多 然后一些相关的报告很多 我们今天我想谈一篇报告 这篇报告可能是很多人以前也不太关注 但是我看到卖方出来以后 好像对市场还有一点指引性 是三季度央行的货币报告 从这篇货币报告来看 我们用了一些卖方报告里面的一个关键词 它里面提到一个关键词 他说2021年三季度的报告里面 把整个的不搞大水漫灌的说法给去掉 让人联想很多 我觉得其实不搞大水漫灌应该是一个总基调 但是在央行报告里面拿掉以后 我看这篇卖方的报告是指出了 一般在这句话拿掉以后 往往在货币端是有一定的放松也好 或者我们的宽信用也好 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在联想到之前的一万亿的绿色贷款 包括最近好像对房地产的部分的信贷的一些支持 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有一点 那最近的市场也比较活跃 老远怎么看呢 这个央行的报告其实每季度都有 大家对他的措辞有时候是非常的敏感 老远怎么看 确实市场这次对这份报告非常敏感 这也是因为目前我们的A股市场 也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知道7月份起来的这波 涨到三期二三点的这波行情 也是跟政策的一个吹动 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次又到了关键时刻 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 在疫情的一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没有恢复到满血的一个程度 所以现阶段对于政策的预期相当高 而之前我们高层曾经说过 我们要进入一个跨周期的调节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如果按照跨周期调节 这个精神来看央行的这篇报告 确实可圈可点 刚才你提到的一点 这个是去掉的 那么加入的呢 还有四个字 以我为主 那么这些呢 就是感觉到 你包括你刚才 现在看到的信用扩张的 这个动用稳增长 稳发展 稳信心的这一张PPT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之前有多次 在这个信用扩张以后 出现一个下滑 而现在还没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政策 这个基调的一个发生的 这方面的一个变化 那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了 所以这份报告落地之后 市场呢是在上周五 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线 之后连涨了三天 好像几天 把关键位 六十均线算是拿在多头手上了 但现在还不太稳固 那我想这个呢 就是市场从中得到了一定的一个信心 在A股市场有一个落地的一个作用 那尽管我们说这个CPI PPI 现在减刀差非常大 似乎不太有利 但我们知道目前物价的一个管理 还是非常的有效 我们也可以看到高上区的物 比如说菜价等等已经开始平易了 所以这方面呢 我想通过跨周期的一个调节 未来我们的这个经济 我想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更有利一些 对我觉得其实在国庆前后市场就对政策 其实都有一些预期 之后好像有一点点心理的落空 因为好像过了节以后也没有什么东西 包括到十月底的这个绿色带 当时的一万亿出来 市场也没什么反应 因为这个东西在九月份 大家就发酵过 但最近还有一个就是碳减排的支持工具 对 这个碳减排的一个支持工具 我认为实际上也是一种跨周期的一个调节 它是新设的 新设的意味着就是人民银行 从它的一个工具箱当中 又拿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工具 最近跟银行的人士进行一个交流的时候 他们已经说到 他们原来存量的这一块 已经开始动用这个工具 开始置换出来 那置换出来的部分 它又可以进入新的一个贷款市场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这也是资金开始 在实体方面有新的一步动作 刚才老元提到的这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绿色贷款的存量的统计 包括这一次央行 从我们总体的感觉来看 好像是包括高层的讲话 也越来越密集 给我们感觉好像是在经济这个位置 我们出台的政策是越来越多了 小吴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 包括未来的预期的发展怎么样 是不是有 就像大家 现在大家还是在很多的想象过程里面 当然也看到了一些落实 会不会有更多的 更利好的一些政策出台 我的理解是这样一种边际的一个变化 恰恰是最近市场 我们说指数层面 有一定程度走强的这样一个原因 因为确实在两头我们都看到了 在新兴兴计体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绿电碳中和相关的这样一个边际上的一个放松 另外的话就是传统经济 绕不开的这样一个地产 现在也有一个我们说拖而不举的这样一个动作 但是至少有一个拖底 一边我们看到最底部的一些品种有拖的一个动作 最顶部的动作有一个抬举的一个动作 所以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受到了这个方面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这毕竟是整个信用层面边际上的这样一个改善 所以也能解释为什么近期市场指数有一定程度走强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说再往下走一步的话 恐怕还是需要面对一些考验 或者是说面对一些需要证实的这样一个部分 因为稳定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当中 是一个稀缺的一个资产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可能我的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更像是 要慢慢的拉成一条直线 而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波动 所以如果特别着重在压住我们说政策的这样一个转向方面的话 可能空间并不算很大 从小吴的角度来看 可能还有一些政策要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落实 我们也看到本周 其实还有一篇在人民日报非常重要的领导的讲话 我看到这篇讲话以后 我的议会是在新旧经济之间好像是给出了更加明确的一些怎么样的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的发展对新经济当然是要大量的扶持 对旧经济更多的是在需求策要给予比较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旧经济是中国过去20年发展的可以说是基石 那现在要逐步的我们说新老传承的话 它也是一个过程 大家对于旧经济里面的很多东西 其实在需求策 比如说刚才说到地产 地产说到的居民的合理的需求 还是有很多的刚需 改善性的需求 所以旧城改造 包括一些租赁房 其实还是要慢慢慢慢的去完成 在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再来谈到新经济 新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支持 所以最近的这个行情 我的感觉是人气好像要略微上来一点 赚钱效应也不错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看到一篇报告 是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法的 当时主要讲的是加强直接融资支持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对接资本市场 这篇报告出来以后 让大家的感受是 是不是又要多谈并购重组了 所以从这个消息 小吴怎么看 最近市场 就是很多人也围绕着这些消息 就是说最近市场里面潮体才有点多 最早的是从10月下旬的元宇宙开始 到最近又开始这个科技的芯片的半导体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题材又开始慢慢的冒头 有人说市场好像整个的赚钱效应 更多的是在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公司里面 甚至有人说业界一般 因为我们看到中正一切 最近长得很好 对吧 创业版的宗旨创新高了 创业版的成只还没有啊 所以有人在你看上阵指数最近一般啊 所以好像是小盘股会强一些 小吴对最近这个东西结合市场怎么看 确实小盘股应该来说 在今年来说是整体是跑赢这样一个大盘的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年春节之前的话 这样一批品种 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极低的这样一个位置 特别是经过了去年一整年 我们说大票和小票之间完全截然不同的 这样一个剪刀叉的一个走势 就是指数在不断创新高 但是大家发现大量的个股是在不断的去创新低 往右下角去走的 那么在这么大的这样一个背离之后呢 今年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 这个修复当中最明显的就是ST 所以看到这样一个我们说中小企业通过这样一个 并购重组再进入到资本市场 其实又给大家更多的这样一个想象 是不是在目前这样一个位置会存在更多的 这样一些存量优化的一个机会 因为大量的一些品种已经是跌的 确实是稀里哗啦 在一个右下角的一个位置 这时候那要叠加到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的一个国企改革 因为国企改革当中其实是存在着 我们说存量优化的这样一个条件和这样一个能力的 并且这样一个意愿和诉求 相对来说是越来越急切 因为我当时我记得国企改革如果是三年行动的话 其实在最近这一年时间当中 他们的任务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所以以中电科作为这样一个起点 会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蔓延 这是要进一步的进行这样一个观察 是不是还会有下一个国资进行相应的 或者是国资的一个集团进行相应的 这样一些兼并重组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资产重组的这样一个动作 这成为接下来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逻辑点 对当说到中小企业并购的时候 一个是我们说到新三板和北交所 如果从互生两市来看大家想到最多的 就是刚才小吴提到的一个词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里面涉及到的公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今年的ST股票很多投资者可能没有关注 因为现在很多投资者是不能买ST的 买ST他还要去开通 所以最近好久没关注 但确实涨幅很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行业的东西 我们有机会到风味信箱 专门跟大家来聊一聊更多的一些互动话题 进入本期的风味信箱 进入到本期的风味信箱 刚才我们聊到在并购重组的过程里面 其实今年的ST特别是下半年 ST的股票涨得很好 还是有一些投资者手中有这些相关的公司 这些股票的关注度和操作点 很多人可能很多1617年以后入市的都不太看的 老员对这些有没有一些操作的建议 我觉得首先你如果想要做ST的话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风险是比较大的 所以需要到证券公司专门来开通 你做ST的一个资格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现在三级报已经公布了 那么三级报已经公布了 你得把这些ST各馆 你一个一个仔细去争备 它今年年末的时候会不会再冒 会不会盈利 这是极其重要的 把今年会盈利的这部分摘出来 放在自选股里 然后再进行一个仔细的争备 怎么争备呢 你比如说里面大股东是央企的 或者是地方国资比较大的一些集团的 那么这个放在一边 第三步呢把这些摘出来的这些股票 再进行一个组合的一个投资 加速也不能太多 五到八加就够了 那么组成了这个组合以后呢 明年的1月1号 1月1号之后你一定要打起精神 要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深交所 这个上交所 它这个公布业绩的一个排片表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排片表当中 你现在手上的这些ST 是公布的日前 居前呢 还是居后 一定要掌握 那如果里面是有很后面的 4月30号的 那对不起 你最好是把它调整出去 再调整进来什么呢 是在偏前面的一些 那么这个组合当中 经过的是优化了 那么等到第四步呢 是应该什么呢 等到一个一个 这个年报公布的时候 年报公布 如果它业绩是优良的 那么它面临的是一个灾冒 那么这个还是可以留着的 那假如年报公布以后 它没有灾冒的一个预期 那么得赶紧走 那么等到正式灾冒的是 第五次了 那么刚才说的 赶紧走的 你也可以添加一些 后续可能会有 这个灾冒预期的 那么等到正式开始灾冒 这一天 如果它不能去涨停的 那也应该走 再去轮换 那么这个操作呢 基本上可以轮换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4到5月 这部分就应该结束了 你不要再去关注这部分了 我觉得老杨刚才说的非常的细致 其实ST 如果我来总结的话 ST其实有一段行情是最好的 就是往往在每年的这个时间 对 一直到年报前后 因为年报前后以后 它会有一个摘冒 这个摘冒的时候 往往是一个就像放烟花一样的 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那我再补充一下 小吴也有想说的 正好ST的这样一个心得吧 我是觉得ST有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你要确保它一定不会退市 对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你是不允许你的一个资产 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定风险的 第二个呢 其实ST就要把握一个大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 对 我举例子说明啊 比如说在炒作5G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时的反股是涨的最好的 对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在炒作这样一个新能源 新能源的这样一个大年的一个年份当中 大家一直在说左铃右铃 左铃右铃他你会发现这这个过程当中 哪两些哪两三个股票涨得最好的 比如说零化工当中 湖北一化涨得最好 对 比如说在铃矿当中 我们说江特电机啊 荣杰啊 对 他们原来都是ST 对 他们可能在短短一年当中就是十倍 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涨幅 对 因为大家要记住一点 ST其实是机构投资者 对于普通洒户的一种另类的一种补贴 对 因为在他ST的一个阶段 他是不允许有持仓的 也就是意味着 他可能真正的机构加仓的时间点 是在他摘毛之后 对 如果整个逻辑是能够比较通顺的 进行这样一个传导的 特别是在一些大行业拐点处 在一些周期股当中 特别容易产生这种 急剧爆发力的这样一个行情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点建议吧 但ST就是高风险高收益 我们再来聊聊最近的科技 最近的科技芯片 也蛮热的 上穿下跳 小湖科技我知道还比较熟的 怎么看这一轮的科技的行情 其实芯片内部的一个分化 已经是比较大了 就是看谁能够拥有 未来掌握订单的这样一种能力 获取订单的这样一种能力 芯片其实现在的参与难度 是变得非常大 但是另外几块品种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原来TMT当中的那些 在低位的品种 近期是异常的这样一个活跃 包括我们很长时间 没人讨论过的这样一个传媒 包括通信 其实也是一年多时间没有讨论过了 是他们的行业有变化吗 其实就是在于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第一个就是机构持仓 本身来说是确实比较低 从去年的7月份 机构是出现了非常集中的 对于这样一类品种 就包括计算机通信传媒的 这样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 然后现在机构几乎是没有仓位的 另外一点就是来自于愿宇宙 因为这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遥远的这样一个事件 但是确实在机构 没有持仓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些底部的品种 很容易去打出一定的这样一个弹性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这样一个 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 如果是觉得市场赚钱效应不错的那一类投资者 一定是非常善于去做那些科技题材的那一类投资者 所以可能现在正是他们表现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所以最近的科技 我看到大概有人说它基本上就是两条线 一条就是汽车 汽车芯片 一条就是元宇宙 如果这两条线在同一家公司上都沾点边 那这个股票就连续被炒上去了 老袁还有想补充的吗 确实刚才说两条线 一条我觉得是以RGBT为主 它包括新能源汽车 光复太阳能加上风能都要用到的 那么这是RGBT 另外我想元宇宙相关的 尽管元宇宙刚才两位也说了 好像比较遥远 是属于心中的话 但现在如果说要落地的话 还是要通过那些像光模块 这些基础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一块是可以关注的 反正我觉得元宇宙肯定是一个未来长期的题材 就是它的一个波段性怎么去把握好 本期的风味形象我们就到这儿 聊了两个话题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实战的建议 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准备好了吗 拥抱牛年了 2021 有看头全新升级 牛年有牛样 听投资达人寻牛秘诀 看收益大咖 寻牛友方 更全新上线 看盘神器 让你牛上加牛 全新有看头加 牛年陪你 牛起来 现在打开 有看头加 开始寻牛吧 进入到本期的边学边转 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讲了 CCI指标与量价的底部背离以后 怎么样去做一个买卖的应用 本期我们来讲CCI指标的顶部背离 我们再简单地介绍一下 CCI指标叫顺势指标 它是在1980年左右 根据统计学的原理 来做的一个短期趋势的技术指标 大部分的技术指标 它的函数都是根据统计学来的 然后它大部分都是应用于期货市场 那么在这里我们通过量价的配合 然后来提高它的胜率 它的关键点 上次我们说到 第一 CCI指标它没有区域限制 常规的波动在正负100之间 第二突破常规值以后才进入到我们的关注点 常规值在正负100 突破以后要关注 极端值要警惕 什么叫极端值 在我的这个实战看到的这个CCI指标里面 极端值基本上是翻倍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负100 那么极端值就是正200以上超强 负50以下超弱 同时呢配合量价 出现的头部或者顶部的形态的时候 要及时 但这里我们要提示 上次我们讲的是底部 所以底部一般是需要放量的 头部不一定需要放量 这个我们以前在说量价的时候就说过 一个股票下跌是不需要量的 但大部分的股票的上涨 大部分是要放量的 那么在头部的时候 你怎么去确认 如果有破位的成交量 最好没有破位的成交量呢 通过形态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之中呢 我在这里画了两条线 下面的这两条线呢 分别对应的是CCI的零轴 与负200的极端 那么这两条线对应的股价呢 就是上面的这两条线 其实我们要得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在高位区间 在零轴附近的这个震荡 从CCI指标来看 是一个常规的震荡 下面的这一条线是负200 也就是说已经是比较偏弱了 偏弱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来确认这个头部 第一 在上涨过程里面 当它第一次达到了负200的位置 其实已经是很弱 然后再反弹再弱 然后我们会看到成交量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明显的减小的过程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成交量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是温和放量 在顶部达到一个极量 然后在横盘震荡的过程里面 形成一个成交量的逐步缩小 然后如果从大的形态来看 你会大概看到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直角边 正好是在负200左右的这个极值 然后在这个三角形 逐步逐步的震荡 高点逐步的下移 所以你最后的最重要的卖点 大概是在这个区间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反弹 所以从整个的这个头部形态 和极值来看 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CCR的应用过程里面 买入的过程往往是比较短期的 因为它买入的极值 如果配合成交量 你可以一次性的加入 而卖出的过程 它更多的是一个强弱判断 你大概要得出在这个区间强 变弱再变弱 然后在极值附近 慢慢慢慢的得出一个形态 和破位的判断 所以在整个的技术指标的应用里面 我们反复强调量价在指标之前 也就是说成交量的变化要重视 指标更多的配合量价 得出一个强弱的判断 在这个案例里面 形态成交量的变化和极值的变化 是三折统一的 最后得出一个比较高的 卖出的胜率 好吗 本期的CCI指标的共振应用 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本期的财经风味就到这了 最后聊聊指数吧 很多人已经期盼着 上阵指数要创新高了 多头的情绪开始慢慢的凝结 老袁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说要创新高的话 一定要守住62均线这个位置 那么才有机会 这是上阵 创一板可能在3500点上方 我认为风险还是比较大一些 最好有一次泄红往下砸一下 站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